金鱼金下界为妖 观音为何荒的连邪都不穿 你看谁的性命危在旦夕 那时唐僧的取经队伍一路西去 来到了陈家村 陈家村旁边有一条大河换作通天河 陈家村的村民告诉唐僧 通天河里住着一个妖怪换作灵感大王 这灵感大王能呼风唤雨 只是喜吃童子肉 陈家村的村民要是不供奉童男童女 灵感大王就会刮起狂风 下起大雨 让整个陈家村全年颗粒无收 陈家村村民无奈至极 只能每年供奉两个童子供灵感大王享用 孙悟空听闻此事 不由的雷霆震怒 他和猪八戒施展法术 分别变成童男童女 然后骗得灵感大王上钩 孙悟空和妖怪交手后才知道 这个所谓的灵感大王 竟是一只金鱼精 金鱼精不仅没有吃上童男童女 还被猪八戒打伤 他溜回通天河 在取经队伍渡河之时 施展妖法抓走了唐僧 孙悟空不擅长水战 竹八戒杀僧又不是金鱼精的对手 孙悟空只能一个金斗飞到南海 请求观音菩萨出手 这个时候孙悟空赫然发现 一向气定神仙的观音居然慌了起来 书中是这么写的 孙行者拽不入森林 睁眼偷去着 远观就苦尊 谈作衬残弱弱 懒散怕梳妆 容颜多挫月 赞晚一窝丝 未曾带阴落 不挂素兰袍 贴身小偶腹 慢腰竖紧裙 吃了一双脚 披肩袖带五 金光两臂薄 玉手直当刀 正把竹皮削 一看 观音菩萨为了打造一个降服金鱼精的法宝 竟来不及梳妆 还光着一双脚 在竹林里砍竹子 对于读者来说 问题也跟着接踵而至 首先 孙悟空尚未和观音提及此事 可当他赶到南海时 观音菩萨已经在削竹子 打造一个能降服金鱼精的竹篮 其次 观音向来有刃有余 为何这一次却如此惊慌失措 其实 这正是西游记的独特魅力所在 动观全篇西游记 还有很多吴承恩都没有详细阐述的谜团 但只要认真分析 还是能发现作者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笔者认为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 金鱼精擅自下界为妖 在观音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吞噬同男同女 金鱼精下界七年之久 观音都未察觉 以至于陈家村总共损失了14个同男同女 二 唐僧被金鱼精抓走 也是一个劫难 但这个劫难并不在观音的预料之中 原来唐僧需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方能功德圆满 为了给取经队伍凑齐难数 观音菩萨上天入地 拉了许多妖怪做群众演员 好比在平顶山一难里 太上老君就曾对孙悟空如此说道 不干我事 不可错怪了人 此乃海上菩萨 问我戒了三次 送他在此破坏妖魔 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 为了能凑齐九九八十一难 观音竟找到了都帅公的太上老君 让太上老君的烧火道童 坐骑纷纷下界为妖 既然是演戏 唐僧就没有性命之忧 反观金玉京 他却趁着海潮涨起之际 偷偷游到了凡间 还抓了唐僧要吃唐僧肉 金玉京的所作所为 全部出乎观音的预料之外 这才惹得观音惊慌失措 毕竟若有个闪失 唐僧死于非命 整个取经大业就鸡飞蛋打了 难怪孙悟空当时曾劝观音梳妆后 再过去降妖伏魔 观音却回了一句再晚了 恐怕你师父就没了 如此解读的话 还能揭开另一个秘密 即观音在降服金玉京之时 他讲死得去活得住 死得去活得住 这一句咒语连续念了七遍 红天河里的鱼虾尽数死去 观音为何要这么做 无非是金玉京造下了杀孽 还让河里的鱼虾 知道了西天取经的秘密 难保他们哪天不小心说漏嘴 所以必须灭口 综上《西游记》绝非是一部神魔小说 这么简单 其中映射的人和事